增水暗 哈囉大家好asu 어떠kka 十月的遊戲各位看了嗎 當然九月底真的擠了一大票的遊戲 相信各位現在都還在努力當中 那十月到底會推出什麼呢 我會在字頂連結欄上面放之前我拍攝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看完這支影片也可以去點擊看一下 今天這支影片我們要來聊一下 就是關於switch 2 的一些傳聞整理 會不會叫switch 2 其实也还没有人知道 因为到底它是把它定位在 Switch的下一代主机 或者是定位在Switch的接续款主机呢 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还是让人蛮好奇的 当然会来聊今天的这个影片 主要就是因为 科隆游戏展之后 其实又有一些新的传闻推出 而且它现在已经不是单单的 在彩色主机的外貌 或者是主机的规格等等 现在开始 其实已经慢慢的在聊游戏的这一块了 当然因为主机 其实只是一个载体而已 最重要的我们在玩的 还是游戏的内容为主 所以游戏好不好玩呢 对于这台游戏主机 才是吸引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入手的主要原因 而且也因为任天堂他们家的游戏 本身就有很多独家的 所以你想要玩任天堂的游戏 就是一定要去买任天堂的主机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也有很多媒体在报道 这个科隆游戏展在结束之后啊 任天堂有办了一场私底下的发表会 就是把他们的下一代主机呢 拿给这些游戏开发商 展示给他们看 可以有哪些新的规格 符合你开发游戏的要求 那这块其实讲的也是没头没尾的 就是好像真的有煞游骑士的感觉 但又好像不知道他真的讲了什么 这块也蛮正常的 因为大部分啊 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看 保密协定应该是会牵下去才对 当然也有因为今年老任的否认啊 让这件事情啊 大家猜得更加沸沸扬扬 毕竟他在讲 这个财年呢 是绝对不会有新主机的 而且是在今年度的 差不多年初刚开始的时候就讲的 那如果是今年没有主机 会不会明年就有 他等于是 让我们再按一年的感觉 你可以好好的在这一年的 继续去体验你的Switch主机 但明年就不一样咯 因为我们要跟你保证 明年就不会有新主机出来 主机效能的部分啊 目前为止我有整理了一下 大部分的人都在讲的 DLSS啦 光追啦 4K 60fps啦 这些基本上 应该大家都已经听到腻了才对 但这些规格呢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续航力 Switch啊 如果他的下一代主机 还是做成3G的状态的话 那续航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当然也有一些流传书来说 下一代的任天堂主机 会把它以全家计的方式进行 毕竟你要跑一些 比较高级的3A大作啦 然后要用比较好的画面 比较稳定的这个数据跑的话 接电下去肯定会比较简单处理 毕竟你要处理 可以接电 又可以拿起掌机上来玩的感觉 这个续航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客装展之后又有讲了一些 比较让玩家可以想象的主机效能的 因为他有形容到 预计可能会跟PS4 Pro的主机 或者是Xbox One的主机 效能类似 那我觉得这一段呢 形容起来 拼了我觉得是心花怒放的 可能有的人会说 哎呀这不是都上一代的产品吗 人家PS5跟Xbox Series XS 都出几年了 现在还在出这种 PS4 Pro跟Xbox One的 其实以任天堂他们家的 制作硬体的规格来讲啦 大部分都会沿用一些 比较早期一点的 价格整个会掉的比较低 所以他在制造主机的成本呢 就不需要到那么的高 可是呢又能够维持 去跑他们家的游戏 他们家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机会 好像也是蛮大的 而且啊他这样子安排起来 如果以PS4 Pro的主机效能 来跑萨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我相信应该是会更顺畅 画面画质也都会大幅提升才对 因为他们跟Switch主机的效能呢 其实就已经差上蛮多的 另外还有一篇报道啊 是讲到说 他的主机效能啊 大概会是Xbox Series X的15%左右 那这个15%我觉得真的难去算 你怎么去算15% 我觉得PS4 Pro或者是Xbox One 这个感觉你会比较直观一点 就是你玩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 但因为Xbox Series X跟X本身呢 他们的效能就有差了 那X呢算是稍微的 降低一点点硬体规格 降低一点点而已 但是Xbox Series S的15% 又是怎么样的 有点龙头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讲法 是我觉得不错的讲法 就是他说Switch的下一代主机呢 效能会跟A-Line差不多 有接近A-Line的感觉 我觉得这讲法就蛮直观的 因为我自己有在玩A-Line这台主机吧 其实以他的续航跟效能 整理跑起来的话 说实在的 我会希望说 他的效能再稍微降低一点点 续航再稍微提升一点点 这台主机应该会更加完美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牺牲画质 或者牺牲流畅度啦 真的对一个玩家来讲 是一种百般不愿意的选择 那因为他的掌机的部分 就是你的续航力 真的是非常重要 有时候在玩一些比较大的作品 你真的不会只玩一两个小时就想要收下来的 那种时数是没有办法指一个身为玩家的渴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解渴的 我今天就是很想要玩这游戏 刚出而已 我就是很想要玩 我想要沉浸在里面 就像你飞日本好了 也要三小时左右嘛 那你没有办法撑三小时 就有点低了 因为我可能玩一下下 稍微吃个饭了 就收起来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如果是下一代主机啊 接近A-LINE的这个样子的规格的话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当然我觉得续航以我自己的感觉 至少要有个三小时以上 可能可以玩到稍微有点累嘛 我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时间是我觉得 以现在的掌机来讲的话 也许是稍微好一点的数字 接着下一则的新闻呢 我就觉得有点挑战了 因为他说这台 Switch的下一代主机啊 会超越PS5的效能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真的太难了 除非他今天真的做成家机的样子 而且各位你们要想一下 以任天堂这间公司的感觉哦 他们就是要有利润 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PS5的主机在强化之后 做成的一台主机要卖出来 要卖到多少钱 那有办法让一些玩家 甚至让各种的家庭年龄层的受众 都能够去入手这样子的游戏主机 会不会变成一种阻害 因为其实游戏主机啦 他一直把价格压在一个 可能大家可以接受的状态之下 毕竟他们是要走入家庭的 应该是说 他的价格就是需要进入这些家庭之后 我们的游戏才有办法大量的涌入 甚至周边也有办法大量的涌入 所以在定价的部分 一定是他们策略的一个依据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效能提升到超越PS5 那请问定价要到多少 再来是如果你要掌机的状况呢 续航力会不会开机两分钟就没电了 在考量到成本的状况之下 还有定价的策略之下 他的机会啦 我是觉得比较低了一点 那这个是以最近的硬体部分来聊的 游戏的部分呢 其实最近也有开始聊到 他们在讲说 首发的Switch 2呢 可能会有奥德赛 马利欧奥德赛的下一代作品推出 而且他们在讲啊 玩法的部分 可能会超越上一次的马利欧奥德赛 跟目前为止 大家有讲到 马利欧东旗钢 跟碧姬公主的表演时刻这一款啦 他们在说 新款奥德赛的游戏性 绝对会比这两款还要来得更好 当然我有看了一下 这个游戏的发售时间 因为啊 东旗钢是明年的2月会发售 所以如果以时程上来讲的话 也许它会发售在 双平台身上 如果说没有什么乡下相容的话 可能就是双平台都会有 再来就是 碧姬公主表演时刻这一款 它是在明年的3月22会登场 以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更尴尬了 假设新的主机在3月左右推出 那它可能在新的主机身上 是可以直接玩到 也可能会成为首发制作 那如果是3月20号 要发售新主机的话呢 这个时间点就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了 那新的游戏呢 还有讲到就是 魔猎人的星座啊 又会在任天堂家的主机出现 这一块呢 应该也是非常多玩家期待的 那我自己猜的就是 萨达传说啦 毕竟萨达传说 在当时的Switch推出的时候 也是非常多人买这台主机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萨达传说要跟着推出呢 机会蛮大的 再加上啊 之前制作也有讲到说 王国之类 其实没有再有后续的内容了 也代表着 它可能没有把心力 放在王国之类的 DLC这个部分 想要让它继续延伸下去 而是把它 转到一个新的 萨达传说的游戏里面 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有点机会啦 那游戏的清单 目前为止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就是 消息如果确定的话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各位有机会 去看到这些新闻 我自己有观察了一下 Switch在推出这台主机之前呢 是在1月左右 就推出了它的游戏 首发游戏清单 这时候1月到3月 就是中间间隔大概 两个多月三个月左右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说它一样是在3月到4月 要来发表新主机 最慢2月 应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游戏 是确定出来的 首发会的新主机出现 会不会叫Switch2 老实说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看定位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聊一下 那再来就是 OLED这台主机 推出的时候呢 也是在7月公布消息 然后它就10月推出 所以各位 以这样子的时间轴来判断的话 应该是1月至2月 就可以看到 下一代主机的消息出现 我觉得大家可以 关心一下相关消息的 因为现在已经10月初了嘛 今天10月1号 所以很有机会 就是在2个月后的时间有机会就会出现的 最后呢是关于向下相容这个问题啦 其实有蛮多人在讨论到这个问题哦 之前我有看到一篇呢 他是在说问了游戏开发厂商 会不会任天堂的下一代主机呢 还是可以向下相容 Switch现在所有的游戏 这个游戏开发商呢 据说是两位两组哦 他们都说不 我是觉得这个手法也蛮有机会的 因为大家在讲说 他应该要向下相容 但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一台主机的定位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他的定位呢 是Switch的下一个世代的主机 完全全新的下一个世代 可能向下相容的机会就会比较小一点 如果说呢 他的定位是Switch这个系列的主机呢 新的新一代作品 就是他一样是在Switch的体系之下呢 衍生出来的新主机版本 他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觉得各位可以想一下啦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的话 你会不会想说 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老游戏 二手市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Switch的游戏片 这一块就会影响到你后续要发表的新作品 甚至移植过来的那一块 可以多吃一下玩家情怀 赚一点钱的那一块 你也很难做了 毕竟可能有些游戏 他移植过来呢 画质是差不多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顺畅程度提升了一点 但是如果他向下相容的话 等于是你可以把旧的Switch游戏 直接拿起来 插到新主机去 一样可以有一个非常顺畅的游戏体验 代表的是 我去找那个二手片就好了 也许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二手片的市场啊 价格会变得有点乱 因为有一些 比较卖的好的游戏 比较好玩 比较经典的游戏呢 大家就会去找Switch的 突然他就缺货了 突然市场上呢 也许一片本来二手 是卖个一千块一千两百块左右 他会变成两千三千 价格整个炒下去 我如果是一个厂商 我要推出新的 会不会这个受众呢 或者是消费力道呢 就会降低 他如果是一个全新的定位 那应该要向下相容 机会是比较低一点 但是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 Switch的新款的主机 就比较有机会啦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定位方式 如果到时候呢 有什么新的消息呢 这个频道也会再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真的是在明年的3月4月 会发表新主机的话啦 应该在近一两个月 就可以听到一些确定的风声了 相关的主机发表啦 相关的游戏首发的发表啦 应该就都会有了 你们觉得在明年3月4月 推出新主机的几率高不高 或者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相关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